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A5A墮落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A5A墮落我生活頻道 我是Amber 我是 怎樣 我是羊 不要激動 說不懂了 那個快遞快遞 送過來了是不是 今天要來一個 OpenCase Unbox 今天要看一下是什麼呢 是之前曾經有試圖發誓不要買的 一個品種嗎 一個肉肉 是喔 有發誓到這麼嚴重 沒有沒有那個時候是嘗試而已 想看我們發誓的可以看宅多肉 欸欸欸欸欸 不要提醒不要提醒 欸欸欸欸 這裡啊 倒反了 這裡這裡 唉唷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土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滿滿的機密資料啊 它填充的超級紮實的喔 唉唷 真的耶 對 還好這個 呃 需要拿個東西先來裝一下 欸我買那麼多喔 對啊怎麼那麼多 1 2 3 4 5 7 8 9 10 剛好師哥 師全師妹 好那給他打開吧 GO 這個好黑喔 好趣喔 好漂亮喔 它每一顆都還用報紙給它獨立這樣子包起來 你看這顆 超得像饅頭一樣啊 很用心的店家喔 你知道開箱的過程啊 就有點像是你夾娃娃機一樣 就是等你開完了你就夾到了 然後夾到了就 沒有感覺了 就結束了 因為我玩夾娃娃機的朋友啊 他們是喜歡 夾到的感覺 過程 他們叫出貨啊 就是 就是 那個夾到 然後從那個 電眼洞口 掉出去的那個0.01秒 就很舒服 好可愛喔 這個超美的耶 哇 美啊 黑犀牛嗎 黑犀牛 這就 就我們這個烏木啊 烏木不是應該也是 蠻難養的嗎 不是蠻難養 是很難養 是超難養 來吃買10顆 因為買 買10送一 不講了 不講了 你在買10送一啊 我就明明沒有數到11本 最近 Amber 越來越會虧我了 是嗎 畢竟我們也拍片拍了一年 對啊 他還蠻懂的 喔 這個是原始黑毯 在黑犀牛 你知道那個是什麼嗎 不知道 沒有花牌 我也不知道 那一顆的 名字太難記了 五個字啊 能看好五個字 第一個字 第一個字 沒有五個字 沒有一個字記得 喔 沒有猜猜了是不是 不要跟你搶 沒錯 這就是我們這次購買的肉肉 就是烏木系列啦 啊 娘家還有一些 我們一起帶回娘家再做介紹吧 Go 哈囉大家好 今天簡單來介紹烏木這一品多肉 烏木是景天科你十連署的一種多肉的統稱 我查詢了很多資料 發現沒有一個對烏木正式且正確的說法 但大致上只要符合以下幾點特徵 都可以叫做烏木 或烏木膠種喔 第一 玉底 也就是 除了葉間和葉圓以外的葉片部分 是通透且單一的顏色 大部分為玉色 淡綠色 或黃色 二 黑邊 或者是紅邊 從葉間開始延伸至葉圓的單一黑色或紅色 三 顆粒紋 從葉間開始延伸至葉片中央的斑點紋路 與邊邊是同一種顏色 我喜歡烏木的原因 是因為這種獨特且有別於其他多肉植物的特徵 看起來俐落 有氣勢 既有龍蛇蘭那種霸氣與對稱的美感 又有連作型景天的質感 不自覺的就會被它吸引 烏木的葉片形狀一般像漸型 且每片葉片都帶著黑紅邊 看起來顏色分明且整齊 如果養護時間長 黑紅邊的面積還會變大 顏色也會更深 給人一種又帥又霸氣的感覺 其他的景天客多肉 像常見的白鳳 拉威雪蓮 或是藍絲龍家族的 又或者是最近火燙的仙女杯系列 外觀多彩繽紛 葉圓呈現半透明或螢光色 這些給我的感覺就是整體仙氣十足 陽光充足的話 葉片還會裹上厚厚的一層粉 一個個就像體態優雅 舉止端莊的仙女 而烏木就是截然不同的外在表現 雖然顏色不那麼多變 但從內而外給我一種沉穩厚實的氣質 比較像磁劍行走江湖的俠客 如果烏木飼養過 那剛剛提到的其他景天客多肉 應該就像小龍女吧 相較於其他景天 烏木應該算是非常不好照顧的品種 尤其是夏天悶熱無風的高雄市區 對焦貴的烏木來說真的是一個考驗 我們自己去年購買的 無根羅密歐和朱莉葉 就都雙雙殉情了 但這次購買的這些烏木 原先主人提供的環境是全日照露養 因此葉片肥厚而且有顯色 根系也很強壯 加上我們今年提供的是通風且有遮蔭的環境 希望這些肉堡們可以順利錄下喔 以上就是我們這支影片 喜歡的話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會持續推出更多更優質的影片 和大家分享喔 下次見啦 Goodbye MING PAO TORONTO